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只有聽覺沒有視覺 你知道那畫面是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是有一點點弱勢 所以其實我會去想像 譬如說我聽到那個音樂跟這個語言 或者說一些聲光效果的結合 我就會自己去想像那個畫面是什麼 那樣的一種感動是什麼 我懂了 這其實比看武祥小說還感動 有人根本唸小說給你聽 演小說給你聽 還有現在CM他們的那些聲響 都是surrounding 是 可以聽到從左邊飛到右邊的 男主節他的聲音從左邊出來 就是他在左邊 女主節在右邊 然後家裡有人出來 後面的Studio 有人進來了 還有時候聽他們兩個人 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對 越走越近也有 他們的聲響空間沒有滿大 不是 聽不到的 他從一個在左邊 除了一個在前面越走越近 在旁邊的那個 譬如說車子的聲響 或者說一些路旁的人在做什麼 其實那個在那個整個聲音的 整個聲道都可以聽得很清楚 對 你們的聽力現在變得非常非常的明銳 對 你們聽得到一切生活周遭的動靜 你們可以看電影 可以玩手機 對 你會拍照嗎 不會啊 就是有時候 拍照你也看不到啊 聽聲音 聽聲音 什麼意思 聽聲音就可以拍照 怎麼可能 因為其實照相這種東西 當然也許 可能會比較辛苦 要用看 才可以把整個 譬如說 也許聲音 它是 它是也有寬度的 所以也有一個形體 那所以你就按照那個聲音的那個位置 然後呢 你去按下那個照相機的快門 試一下 試一下 有沒有照相機 有有有 我也要來試一下 有隨身有帶相機的 好厲害喔 因為它有自拍的習慣 什麼都變得出來 我用相機進我的手 這一台是跟誰借的 這台 跟我老國借 我以為 成 你會用嗎 我當然會 怎麼不會用 可以 幫我們三個拍 好 一個 那你拍我好了 我拍Nono 先拍Nono 我要一直出聲音 你才知道我在哪裡嗎 你出聲音 小王請 小王請 二 三 好 看一下 看到 它真的照得到 看到沒有 它真的拍到了 真的 你真的清清楚楚的把人放在中間 我也做得到 我可以試一試 試一下 試一下 可以你揍你國皇嗎 這邊 這邊 你為什麼彎下來了 你為什麼彎下來了 你彎下來了 你彎下來了 想要害人家 你為什麼彎下來了 OK 站起來吧 好 好 來 這邊 這邊聲音就知道有點矮 你把鏡頭往下調就好 好不好 1 1 2 3 這個 你這個拍得到你就厲害了 我看你把人放在什麼地方 我看一下 Oh my God 好準喔 你蹲下來 或者把你拍起來 我跟你講 你好 你剛好在畫面的正中間 對 我助理有時候我叫他幫我拍 他手還會抖 對啊 對 有就是說當我在一個觀光景點 我看到有盲人經過 然後我找人想幫我拍照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可以勇敢的跟盲人說 你可以幫我拍個照嗎 可能不是每一位吧 對 當然可能不是每一位 要平常有在玩 平日的愛好聊過了 各位的成長的求學階段 我相信應該也很辛苦 很多像體育課什麼都沒辦法 體育課怎麼上啊你們 那我本身其實我在小時候 就從小其實也不太愛讀書 那體育課就 看不出來啊 對啊 會唱歌都不愛讀書 真的喔 會主廚的也不愛讀書 是嗎 OK 對 我最愛的是體育課 現在今天我 什麼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真的是喜歡體育課 黃啟我知道了 他是樓道的國手 我不是國腳 雖然我是踢足球 可是不是國腳 草球怎麼踢啊 其實我在小學的時候 就是踢足球 就其實蠻特別的 怎麼可能踢得到 那球呢是普通的足球 那我們就用一個比較 這個budget 就是比較低的方式 就把那個 你知道我們在超市買的那種東西 就把那個塑膠袋 就把那個球放在裡面 綁起來 有聲音 對 那球在天上飛的時候 或者在地上滾的時候 就會有聲音 塑膠袋會發出聲音 所以他就尋了那個聲音 去踢那個球 對 我跟你說他人跟人接觸他很快 速度很快 你知道很容易撞到人 受傷是無法避免 因為你們看得到也會受傷 對 我覺得這是很難避免 那唯一不一樣 可能全盲的朋友 就不能夠當這個前鋒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對方的守門員 不可能跟你說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來這裡這裡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全盲的比如說 好像我 就當一些比較防守 或者是中場 或者是守門員的 對 這是唯一可能你想像的 跟真的一樣 好像真的鬼 你沒有騙人 雖然我不是裹腳 可是是真的 比如說好像以前 我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很喜歡打棒球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 那時候還沒有 就是棒球還沒有聲音 我們會做一些改良 就比如說 我們會拿一個 漏風的一個籃球 就是把棒子 比如說 好 我們就蹲著 然後我們就拿一隻棒子 然後我們自己就畫兩條線 然後球就 頭有球從那邊過來 他就從地上滾 然後我們就拿棒子這樣 這樣也是可以感受到 那個改良式的棒球的樂趣 打地上 因為這樣摩擦才會有聲音 對 他摩擦會有那個 而且聲音越來越大聲 他就知道球到了 他就揮棒 對 他就揮棒了 現在有一種棒球 但是會發出聲音 那個就是盲人棒球 那個是盲人棒球 那是後來才有那種盲人棒球 嗶嗶嗶的那種 你們這時候被他欺負過沒有 一定有 一定有 盲人多半都會被欺負 因為小朋友不懂事 一定會欺負你 被欺負過的舉手 所以你們沒有被人欺負過 比較少 想不及 就是可能在以前 我在就是普通學校 一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呢 因為自己就是 那時候視力不太好 然後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就是同樣的一些同學 都會說 那個看不見的人來 他們都會用那種 閩南語然後就要罵我們這樣子 就是當一個盲人 就好像很不自在 然後就覺得很不喜歡 會很挫折嗎 會很挫折 會很傷感 他又不是願意當事 對啊 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又不是要故意要這樣 就是說 是上天給我們這樣一個 一個這樣的狀況 這樣的考驗 對 所以當你得到了一些東西的話 你就要比一般人還要更努力 對 就譬如說後來我們開始學音樂 然後我們得到了很多 創作的東西以後 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我們很珍貴的 說得好耶 你們兩個怎麼開始喜歡音樂 這就不懂嗎 對我來講都是 可能大概在十二十三歲的時候 就聽到朋友在彈鋼琴 就聽到覺得很好聽的 後來吉他也是 吉他是一位盲人朋友 就聽到他在彈 跟你們講 我以前還沒有參加那個 絕對Superstar的時候 是 他在地鐵 在公共場合有表演唱歌 街頭表演 街頭藝人 然後我呢 也曾經在 不扔地鐵站 那邊看過他表演 他們一下地鐵 人潮已經在那邊 人潮等在那邊 已經等在看他們的表演 然後他們來了 就慢慢就放那些就是 speaker 慢慢set up 音箱啊 七十個人 當他所有東西都準備好 超過一百個人 當他們一唱的時候 我跟你講 你要走去那個地鐵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空間 連地鐵都停下來 每個人在那邊 地鐵都停下來 沒有啦 真的 其實曾經也因為這樣 我還被就是 阻礙人行交通 是的 很多人耶 開玩笑 我們都 我跟偉人都有同樣的經驗 那時候其實為了 就是要去畢業旅行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自己可不可以去就是 籌一些畢業旅行的這個款 經費 經費 那時候其實在台灣的那個 棒球場那邊 是 哇 我們去那個地下道唱歌的時候 是 哇 每一次收入都五六千元耶 那時候五六千元 就足夠去參加畢業旅行 對 對 而且你知道那個地下道 其實那個回音還不錯 自然的 自然的Echo 自然的River 其實是很棒的 只是說 警察會把你當作攤販 趕走而已 對 黃錦在地下道唱 每次都唱 唱到最後一班 末班車開走的時候 他才收攤這樣 末班車 所以接著下來 他就為我們唱 對 有嗎 有啊 有啊 好 音樂請 謝謝 提交口 有也 要也是 戰友 大家 照相 舞 biscuit 是应该回家坐坐 命的一生 悄悄地刺进耳朵 这一次挥手 恐怕再机会问候 最后已变了 换你躲进我双座 想靠在 真要动我的天空 别说话 泪水你别带走 镜子里的我 已留下你 轮廓上的笑容 别回眸 莫班车要开了 你不过先走 舍难是让 路舍离开的 好好走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孝孟琦这边走 孝孟琦 孝孟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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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危险了 黄琦和韦廉的音乐之路走来不易 当中还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孤单的夜里 我不孤单 孝孟琦 孝孟琦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孝孟琦 顺三 顺三 孝孟琦 好